黑帮组织非法经营地下博弈网站 利用下线小组投寻民众下注 借此谋取暴力 而刑事局接获线报 前往嫌犯位于新北市 以及南投县两处机房查契 总共逮捕八名嫌犯 路上两辆休旅车 紧贴一部高级轿车 另一头警车赶抵现场 远警鹤枪实弹追捕嫌犯 让路过民众看傻眼 用手机录影上传脸书 询问发生什么事 原来是警方获报 由黑帮分子躲藏民宅 经营非法博弈网站 远警见时机成熟 立刻破门攻坚 警方兵分两路 在新北市和南投县 逮捕八名嫌犯 查扣电脑 现金和正报枪等证物 讯后依违反诈欺 赌博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协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那扫荡黑帮违务之安 是本署持续推动资安重点工作 目的在掌断黑帮赖以为生的不法犯罪 在追溯幕后组织以核心分子 以彻底瓦解帮派组织 警方强调线上赌博容易产生债务纠纷 衍生街头暴力讨债等社会问题 并让帮派获得资金违孕造成社会不安 未来将持续扫荡黑帮 阻断金流来源 瓦解帮派组织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环保署今年元旦上路的声音照相 科技执法取缔噪音车辆 全国已经45套设备投入 而部分县市噪音车检举案件数 有明显的减少 今年底预计可以增加到1000套 并且评估扩大取缔工程噪音 提供民众安宁的日常生活 比电线杆还短小的摄影机 设置在路旁 随时观测往来的车辆 画面上的机器 其实是一台声音照相机 透过它进行取缔噪音科技执法 从今年元旦上路之后 成效显著 截至6月底全国已经有45套设备投入科技执法 声音照相发挥压制赫止噪音车的效果 部分县市的噪音车检举案件也明显的减少 以架设最多的新北市为例 比起去年同期检举数下降约35% 其实声音照相最主要的目的 才是在抓噪音的部分 主要是抓噪音 可是有些县市像新北 还是有些是把它配合 该抓改跟抓草 是一起把它结合在一起 环保署强调 为了增加地方的执法量能 已在去年争取到前瞻经费 目标今年底增加到100套设备 未来除了取缔机动车辆 也将评估扩大发展到 工程噪音的取缔 维护民众的生活品质安宁 假装的话 产本报道 新冠肺炎除了威胁生命 更冲击各行各业 像是百货公司内的社会业者 由于百货贵位 大多雇佣部分工时的人员 但政府纾困方案对象 只限定正职员工 对此立委高宏安 除了呼吁中央正事 也建议政府提出配套措施 政府宣布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外界更关注7月13号起 各个县市实施有限度的违解封 不过对业绩 早已奄奄一席的百货公司 贵位业者而言 生意真的露出曙光了吗 疫苗的覆盖率 没有到那样子的标准 违解封其实对我们来讲 都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帮助 疫情以来 人们减少外出 百货业者业绩 雪崩式滑落8成以上 跟立委求助 政府的4.0纾困方案 只限正职人员能领到4万元补助 但业者为了弹性轮班 大多是聘请部分工时人员 因此不服资格 除了领不到补助 贵位业者也不能自行停业或休息 因为要付违约金给百货公司 PT人员一小时160块 换算成正职人员一天的薪资 还比正职人员一天的薪资还高 那我一个月一样要发那么多的薪水 可是却不会被纾困到 达到业绩或达不到业绩 他都要付固定一定要的抽成比例 根本没有人来 怎么可能付这庞大的业绩 可是你不付又不行 因为百货公司有开 那我如果要选择 我说我不做了 我要测跪 我要面临的就是一个高额的毁约金 因为我们社会有社会保证金 看能不能针对我们这种业者多一点补助 第二点是有没有一个平台机制 能够协助我们跟百货业者谈 这个提早测跪的事情 经济部回应业者纾困方案各个行业 都是以全职员工来计算 博明代认为 政府应该盘点各个产业在疫情中 受影响的程度 因为看似雨露均沾的纾困方案 很多行业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无法实际受惠 记者顾山勇台北采访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三级警戒 再延长到7月26号 并公布餐饮业有条件的开放内容 对此北市府定调 占不开放餐厅内容 涉及民生经济 还有社会运作的优先放宽 另外配合三级警戒延长 开拨大宽评 免费升网速到120M的优惠 也宣布延长到7月底 希望大家安心在家防疫 台湾疫情三级警戒延长到7月26日 7月13日起餐饮业有条件开放内容 但台北市政府决定逆时钟 涉及民生经济 社会运作的优先放宽 脱下口罩群聚吃饭一定摆最后 脱下口罩群聚吃饭最危险的 这些摆最后面 所以到现在7月13日以后 餐饮还是只能外带外送 还是严禁内容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在开放的逻辑是 有涉及民生经济的 社会运作的优先 三级警戒延长 民众在家上班 小孩在家视讯上课 网路频宽需求大增 为了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凯波大宽评从5月疫情爆发后 就免费帮中低频宽用户 申诉到120M 并提供短期租约防疫专案 现在配合三级警戒持续 这些优惠也宣布延长到7月底 希望大家使用网路Black 享受标速上网的快感 因为暑假来了 小朋友在家里面 也可能在需要上网 上网上面有一些娱乐 这样跟居家上班的家长们 抢频宽 我们直接把120M以下的客户 直接升频到120M的优惠活动 会直接持续到7月底 除了老客户网路免费申诉 凯波大宽评也提供 精彩的影音饗宴 不论是哆啦A梦50周年纪念作品 或是汪汪队立大功 皮皮侦探 寻找小魔女等系列亲子卡通 让全家大小宅在家也不无聊 暑假天天都好看 买video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活动 有一个智慧电视案 就只要你家里是一个智慧电视的话 直接送你14天的免费的超值月租的收看 暑假到来凯波数位积帐盒买video 全新上架国内外金奖电影 独家台剧和超夯亲子卡通等多部影片 希望能陪伴大小朋友在家开心防疫过暑假 记者邮湘婷台北采访报道 你这个账单一个月至少要自己对一次 银行有规定 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 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 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 这个我还你 我说放你那就好了 我信任你的 虽然呢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 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人 来 输用楼肺一定要随时注意 压修人理火时的压借 建议参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气 要酸点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 输用楼肺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 一定要定期检查散落 也要注意楼子清潔和保佑 你愿意爱他保护他 不论生病或健康吗 我愿意 如果他生重病 你愿意让他一辈子困在病床上 不再拥有喜怒哀乐吗 我不愿意 病人自主权立法 从疾病告知 医疗选择到善终决定 全方位保障你的医疗自主权 玉立医疗决定 为爱而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7月13号开始为解封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提前到 新店碧潭风景区来视察人流状况 并呼吁市民继续保持低度活动 前往风景区务必配合人流管制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从7月13日起 部分知名景点可以有条件开放 为解封前的周日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前往新店碧潭风景区 视察人流状况 虽然出来透气的民众不多 但看到一位阿嬷口罩滑到鼻子下 侯友宜特别停下脚步 帮阿嬷戴好口罩 新北市的风景区来看我们的人流管控 特别来看人潮最多的壁潭 那目前快到中午这个时间 我们的壁潭人流是算是少的 新北市管理局公布 7月13日到7月19日 第一阶段适度松绑的因应措施 开放风景区人数上限 为原浓流人数的40% 侯友宜呼吁市民继续保持低度活动 到风景区务必配合人流管控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我们都要求我们要做好人车管控 那一定要下载到40% 我们的区公署跟警察 随时会在整个风景点 来劝导民众要遵守人流的管控 如果没有遵守风景区该关闭 我们就会关闭 管理局指出 三级警戒再度延长 新美市面对疫情步步为营 从7月13日起 有条件开放户外风景区 未来将疫情的变化 分阶段分梯次滚动式调整 记者沦洪采访报导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公布三级警戒再延长 但是部分的风景区 在7月13号则是有条件的为解封 交通部观光处整理出即将开放的景点 以及户外空间有不少的风景区还有户外步道开放 但是步道凉亭以及能够清水的热门海域 则是持续维持关闭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三级警戒延长至7月26号 而部分的风景区则是有条件的开放为解封 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则是整理出即将开放的景点 以及户外空间 从观音山三支十门金山万里到基隆 部分的风景区户外步道开放 而步道的凉亭以及能够清水的热门海域 则是维持持续封闭 因应疫情为解封政策 本处小管支观音山步道 金山石头山步道 也留第一只公园 及基隆湖海湾 情仁湖和平岛公园 将于7月13号起陆续解封 区域海边之据点皆不开放 维持封闭 观音山硬汉岭步道 金山石头山公园步道 以及基隆和平岛公园 情仁湖公园都准备要在13号来开放 不过即便是为解封的景点 北关处也呼吁游客 依旧是要保持1.5公尺的社交距离 此外持续封闭的景区 也会加强巡查劝导 避免游客闯入群聚成为防疫破口 针对开放之景点 本处将医指挥中心之指引 做好人流管控及相关的防疫措施 也呼吁游客在外活动 还是要戴好口罩 及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本处议会每日派员巡查及加强劝导 微解封户外风景区不到开放 但是正值夏日细水旺季 北海岸热门的水域活动区域 在疫情三级警戒下依旧是全面禁止 海边和沙滩也是维持暂时不开放 喜爱海边清水的游客 还要再耐心等等 吉祥品寒 北海岸综合报道 配合三级警戒管制新庄中原里长表示 虽然黄渝活动中心暂停不开放 但是清洁打扫工作已久照常进行 希望疫情解封后 地方乡亲有干净的空间 可以安心使用 新庄中原里内的这座黄渝活动中心 配合三级警戒管制持续暂停不开放 然而隔着透明玻璃窗 可以看到内部很昏暗 当地里长表示 虽然活动中心不开放 但是清洁打扫工作都没有停摆 黄渝活动中心虽然说现在疫情的关系 可是我们还是差不多 每天也有派的清洁人员在消毒 还有清洁里面的环境 黄渝活动中心提供周边邻里将近4000多人使用 有见政府考量社区风险 人就不能够松绑 因此维持全台三级疫情警戒 黎明也都愿意配合 不过更期待疫情能够赶快消除 早日回到活动中心享受阅读书报的休闲乐趣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能到处走走 公共活动中心公园 需要看诗吹两期的呢 公园里面的活动中心 因为都有一些长辈者 他们都会到里面来看看报纸 上山心 其他的这个解放 落实防御措施之外 平时也要做好活动中心的各项整洁工作 也想希望大家要和政府共同努力 严守公共设施的美道防线 等待疫情解封之后 地方乡亲才有干净的空间可以安心使用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新北市庄敬高职和吉人中学合作 上百名师生共同创作台湾加油的歌曲 透过自拍接唱的方式 表达对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 而庄敬高职的校长林淑贵表示 疫情期间有感于医护 紧销第一线防疫人员的辛劳 庄敬高职与吉人中学百名师生 共同创作了台湾加油歌曲 庄敬高职校长林淑贵表示 在疫情爆发之后 学校停课 音乐科老师和学生线上教学过程中 发想在这样的疫情之下 能够用什么方式表达对社会的一份心意 所以就透过了歌曲希望能够为大家加油打气 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或是用什么样的能力 去帮助别人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大家就自己就想到了写一首歌 那透过这个除了因为是在我们的一个 实务课程的学习上面 那他们在做线上的教学的时候 也可以让学生们去有这样的发想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透过这个部分 然后每一个同学自己去拍摄他们的影片 然后自己去唱歌 然后最后揭露出这样子的一个曲子 《台湾加油》这首歌曲的歌词 是由几人中学校长赖慧文 和庄敬高职音乐科主任李康荣 共同发想 在百名师生合力接唱之下 完成了这首感人歌曲 影片里头还可以看见艺人谢欣也在其中 上传到YouTube之后感动了许多人 庄敬高职校长林淑贵指出 借由这样的大合唱 除了表达感谢心意 也让学生明白能够运用自己的才能 为社会带来帮助 所以不止音乐科 包括了餐饮科美容科都透过了线上方式展现专长 防疫在家教学生们做很多的餐点 可能五分钟煮一道菜 煮一道餐点 这个其实在网路上都会有 他们也都给公布给大家知道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这是我们餐饮科 那我们的那个美容科这边呢 它就会有有防疫的一个美美的一个口罩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防疫口罩 然后让学生们自己也去做一些防疫口罩的一些运用 温暖的歌曲让严峻的疫情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庄敬高职表示 虽然因为疫情学校停课 但也让学生有机会反思 能够借由自己所学 如何贡献一己之力 也期盼疫情早日结束 就像歌词里所说的 只要真诚无私 互助相爱 眼前的艰难就能一起度过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政府为了帮助减轻照顾负担 入住立案机构有补助哦 您已申请了吗 赶快提醒亲友 由入住这些类型立案机构90天以上 并符合纳税状况就可以申请咯 请于110年3月2日之前 减付相关文件及申请书 向机构所在地县市政府申请 更多资讯可上卫生福利部 长照专区查询及下载申请书 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聘雇外籍看护工家庭 也可使用长照服务 外籍看护工请假时 可申请喘息服务 专业人员到宅提供照护指导 或沐浴车服务 交通服务接送长辈到医院 巷弄长照站等据点 辅居及居家环境改善提升生活品质 更多资讯可播1966长照专线 或至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 분�志们 账客 妈 whether νο要 红细 装före 放入 크게 真的 轻它的 基本水 酒駕罰很大 一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在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冊罰更大哦 二 呼氣酒冊值 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三 酒駕在犯 聚檢及聚冊在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没入該車輛 四 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索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六千至一萬兩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口罩 六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 酒駕零容院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防疫期間家暴案件頻傳 新北市社會局與兒童福利聯盟合作 推出兩千份的防疫安心包 內容包含有青年圖 造型拼圖等材料 希望讓爸爸媽媽和孩子一起在家遊玩 三級警戒持續不少家庭的生活受到衝擊 父母除了經濟上的壓力 又因為長期與孩子待在家中 衝突就變多了 根據統計 全國五月家暴通報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 新北市一到五月的家暴通報量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3% 因此新北市社會局與兒童福利聯盟合作 推出了防疫安心包 讓親子可以一起玩 疏解壓力 市長侯友宜呼籲 如果家長有教養困擾 記得拨打專線讓專家一起來協助 我們爸爸媽媽不知道要跟我們的孩子 有一個叫爸爸媽媽COIN教養專線 控爆控控532-880 這個專線讓我們教我們的孩子 還有一條創傷護岩諮刑專線 如果你們有什麼心情鬱子不好 我們可以打0800-250-585 防疫安心包裡頭有青年土、造型拼圖、紓壓球、色紙等材料 目前已經先分發給在檢疫所的孩童以及弱勢家庭 希望透過防疫安心包 讓爸爸媽媽和孩子可以紓解疫情期間的壓力 記者陳曉淡採訪報導 金山警分局近來借貨多起竊盜案件 失竊物品從電線、水溝蓋到船錨都有 為此成立專案小組積極調約監視器 鎖定一名羅姓嫌犯,涉嫌重大 日前剛好在警員查贓返程的途中 發現羅賢的行蹤 攔查後發現羅賢坦承犯刑即刻被逮捕歸案 疫情影響生計卻導致民生的竊盜案件頻傳 金山警分局近來接獲多起竊盜案件 失竊的物品從電線、水溝蓋到船錨都有 為此也成立了專案小組積極調約監視器 並查訪囂嚣的場所 鎖定一名羅姓嫌犯涉嫌重大 在遠景查章返程途中 恰好就發現羅賢行蹤予以攔查 而後羅賢坦承5、6月間於北海岸地區犯下多起竊盜案件 遠景也即刻將羅賢逮捕歸案 本分局針對近期北海岸地區發生述起竊盜案件 成立專案小組 鎖定羅賢犯賢設有重嫌 於9日下午發現羅賢犯賢騎乘偷來之張車 立即將其逮捕 並於住處起出鋼瓶、電線、水溝蓋、船錨等多項證物 警察後發現羅賢連當下騎乘的機車都是偷來的 逮捕後羅賢同警方返家取出鋼瓶、油壓檢、電線、電鑽機、砂輪機、船錨 還有交通標示牌等髒物 金山警分局循現清查羅賢共犯下了七起切到的案件 全案也將移送40地檢署來偵辦 警方將主意釐清被害人 必將羅賢犯賢依切到最前 以請40地檢署偵辦 警方維護治安工作的決心 在疫情期間絕不會衝懈 任何違法行為必將緊急遮蓋到案 請有心人士切勿以身釋法 金山警分局呼籲警方與疫情期間 加倍重視狹虛民眾的財產安全 對治安的維護更是絲毫不鬆懈 將持續打擊不法 也提醒全民要共同來維護治安 不法分子也切勿心存僥倖 以身釋法 記者要品牌金山採訪報導 汽止區建成路居住人口多 不過建成路緊鄰貨櫃專用道 大車一過發出的噪音影響睡眠品質 另外一旁又是建成公園 也擔心上方的貨櫃專用道會有異物垃圾掉下來 為此議員廖仙祥也希望增設隔音牆 來阻礙噪音也兼具安全防護功能 百天時間貨櫃專用道上大車進進出出 尤其是大型貨櫃車經過時都會發出不小的噪音 在繫紙建成路178巷進來 一邊是社區大樓而另一邊則是緊鄰著貨櫃專用道 長期來噪音問題讓住戶們很困擾 只是要設隔音牆卻因為還沒有達到標準而支持某下文 而在今年一旁的建成公園啟用後 也有許多的家長都會帶著小朋友來玩 不過上頭就是貨櫃專用道 大人們也擔心如果上方有異物掉下來相當危險 在疫情之前幾乎是常常都客滿 非常多的團體甚至幼稚園小朋友 社區的家長都會來這邊來使用 那這個地方的使用率非常的高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考量到這邊的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因為正上方就是一個貨櫃專用道 那也怕是否會有一些東西掉落來砸到在這邊玩的小朋友 貨櫃專用道它是一個橋梁有伸縮縫 所以說貨櫃車在行進的時候都會發生比較大的噪音 影響到我們一些住宅民眾的一個生活品質 但是因為過去在測這個分貝的時候 是還沒有達到法規的一個標準 那所以說過去他都沒有做一些隔音設備 那現在因為在我們今年的時候 我們在貨櫃專用道的橋下 我們又整設了一個遊戲區 那反應非常熱烈 遊玩的家長也有反應說旁邊就是一個橋梁 那他們比較會擔心說會不會有一些異物掉下來 結果陳情後 原料先詳就邀請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現場分貝數 測量還是沒有達到標準 不過因為考量到公園新闢完成後 真的很多小朋友來玩 所以地方就建議加裝隔音牆能夠兼具安全維護效果 這個貨櫃專用道又加上離社區這邊的住宅滿近的 所以是一併來考量是不是可以來加裝這個隔音牆 兼具隔音跟安全維護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我們在裝設隔音牆的同時 我們也可以當作一個防止這個垃圾 或者是有危險性的東西掉落下來遊戲區的一個風險 那我們希望一個設施 那它有兩項的功能 我們不要單純就是因為說 裝隔音牆一定要符合某些法規 我們才能夠裝 那這個部分我們請我們的養工處 把我們地方的意見帶回去 那就是我們台語的俗語 一減二誤 夢來減四誤 我們做一個設施 就是同時滿足我們兩種族群 民眾的一個需求 擔心上方貨櫃專用道有異物掉落遊戲區 危及小朋友安全會勘請相關單位列入評估 加裝隔音牆改善噪音擾民 也能夠有安全防護功能 加成惠玲繫紙採訪報導 疫情期間繫紙區的善情慈惠堂 愛心不間斷 將慶祝35週年慶的經費省下來 再度捐贈救護車 這次是給偏鄉萬里區的消防隊使用 捐贈儀式上包括消防局的主秘 議員都列席參加 也特別頒發感謝狀 為了回饋地方並且提升救災救護校 汐止善情慈惠堂再度捐贈給消防第六大隊救護車一輛 另外還有防疫物資消毒用酒精20桶 8號上午的捐贈儀式就在善情慈惠堂舉行 先是前程的祭拜之後進行捐贈 消防局也特地頒發了感謝狀表示感謝 今年35週年我們捐獻一台救護車 國立7月28號要捐獻花放百米一碗台金 作為35週年 連續三年雅玲記得在善情慈惠堂捐贈 第二台救護車的時候就說好事是要接二連三 那今天意義非凡又特別選擇在疫情期間 雅玲做愛心依舊不解 那這三台救護車第二台是在我們的社後 第三台就會在我們萬里的消防分隊 那我想這三台救護車都是用母娘慈悲為懷的名義去捐贈的 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做這樣子的事情 對雅玲而言格外的有意義 真的是好事接二連三 在西北市議員周雅玲的協助梅河下 在前年是連續捐贈救護車給系指的 秀峰及社後消防分隊之後 今年再捐一台對象是偏鄉的萬里區 疫情期間不能辦大型活動 善情慈惠堂就將慶祝35週年的錢 用來買救護車希望幫助更多的人 並且前程祭拜祈求疫情趕快過去 而妙慶則是以簡單的切蛋糕帶過 消防局也很感謝 這次捐贈的救護車內部 配置了最新型的救護器材 能夠及時提供救護人員一筆之力 那我們都知道萬里分隊是個偏鄉 那特別是資源比較不足 所以也感謝我們周議員在大力的爭取之下 來捐贈這部的救護車 那我想在這個疫情當下 其實救護車可以發揮很大的功能 那救人一命勝到七幾糊塗 那也感謝母娘的這個牽引之下 來做這樣的一個善事 受疫是我們第六大堆的轄逸 包括我們萬里 那救護車是最需要的 他可以就是將民眾最需要的時候 趕快來救護 那所以也非常感謝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做一個見證 今天呢我們善情慈惠堂 再加碼贈送一些酒精呢 給我們的消防局 讓他們在這樣子的一個防疫期間呢 善用各方面的這樣子的一個物資 那今天也逢我們善情慈惠堂35週年 所以今天做這樣的事情呢 真的是格外有意義 今年再次捐贈救護車一輛 以及消防用酒精20桶 希望萬里區民眾獲得更好的救護品質 以及保護防疫消防人員的健康 紫層慧玲氣質採訪報導 為了照顧新北市內的低收入戶 以及獨居老人等弱勢族群 市府社會局在各區的區公所成立 食物銀行 為了就是要集結各界的愛心 不管是慈善團體 公廟 還是民間企業所捐獻的物資 都會納進各區的食物銀行 要給急需使用的民眾一個援助的功能 為了照顧新北市內的低收入戶 以及獨居老人等弱勢族群 市府社會局在各區區公所 都成立了食物銀行 為的就是要集結各界愛心 不管是慈善團體 公廟 還是民間企業等捐獻的物資 都會納進各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給急需使用的民眾一個援助的功能 而淡水的清水岩祖師廟 更捐了許多百米物資 給淡水區公所的食物銀行 做的選擇一話 我吃過很多清水岩 透過擋水清水岩 跟公所市政府頂一頂 吃過選擇的事情 都由太多人來給我們轉彈 感謝公所非常認真 跟我們主要的人來發給大家 今天我們在這裡非常開心 我們主人必須代表我們的苦茶 來接受這個白米 清水岩祖師廟是淡水 在地的主要信仰中心之一 裡頭供奉著蓬萊老祖 而廟方表示祖師廟香火鼎盛 廟方過去響應市府也捐了許多的設備 救護車給消防單位來增加救援效率 而為的就是要發揚祖師爺 即是救人的精神 無關之前救護車 還是金錢 還是物資 都做很多很多的愛心 讓我們很多 需要幫忙 這些民眾 都感受到社會愛心和溫暖 這次我們這裡一千六百九十斤的米 公所這裡一定會好好來運用 一定會將我們的關懷 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溫暖 我們的平安 和讓這裡幫助 需要關懷這些民眾 這一次廟方共捐助了1690斤的白米 都是在今年法會當中所捐出來的物資 居公所表示食物銀行內有許多社會各界所捐獻的愛心 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來自廟宇的捐助 而對於主廟宇的三舉 公所也表示感謝 也希望各界能夠多多的藉由公部門的平台 來幫助更多需要的人 記者許多安音在學財放外道 保護媽媽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除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兩百元就可以了 兩百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車怎麼看的啊 你怎麼看的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1.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2. 撥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3. 標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4.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5.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播話以等就對了 阿公確診了失智症 這是我們感受 最低落的一個時刻 很多時候 確認 才會讓我們更清楚 如何面對未來 善用政府的長照資源 幫助了我的阿公 也幫助了我的家人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或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進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1. 全程注意安全 2. 在事故地點後方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3.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3.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測入 4. 拍攝碰撞點 車損部位及掉落物等激震 5.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盡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細紙區的街總站 幾乎每天都在服務鄉親 不僅人員辛苦 更需要補充物資 來提升防疫效能 為此新北市議員廖先祥 就沒合優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捐助30萬元的經費 提供細紙區公所統籌運用 這周細紙區將迎接 連續四天的接種工作 每天都到現場 關心的新北市議員廖先祥 除了提供瓶裝水 供接種民眾飲用代謝外 看到許多細紙區 接種站的工作人員 穿着防護配備一整天 大量消耗體力相當不捨 特別向愛心企業媒合經費 希望增加後勤福利 讓防疫人員每天有快樂心情 及體力迎接挑戰 現在我們細紙的疫苗接種站 每天幾乎都有 來服務我們民眾接種疫苗 我們的醫護人員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說這次宣祥 媒合我們的優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了我們30萬的經費 會請我們的細紙區公所 來統籌運用 讓我們的細紙清潔隊 區公所還有衛生所 都能夠大家雨露均瞻的 來讓我們有一些福利 請他們提供一個更好的一個服務品質 給我們的民眾 除了關心接種人員 因為細紙區清潔隊疫情後 長期以來努力清銷 執行業務時也時常與民眾接觸 因此媒合的30萬元經費 也將由區公所做主導 讓防疫物資的配置充足 以面對長時間的抗議 很感謝廖議員這次協助牽線 那優群科技這次也協助我們整個 細紙我們的接種站 我們相關的這樣子的一個經費 那個不管是在同仁的飲料啦 餐食啦 那個一些相關的開銷 我們未來也會從優群企業 贊助的這個30萬裡面 來做一個支印 那很感謝我們在地企業 給我們提供的關心 而口罩是防疫最基本的配備 廖先祥也特別設計了 專屬細紙的口罩 外觀結合人文歷史 以細紙早年還有基隆河 渡船頭的珍貴相片來做底圖 並以細紙、水返角等古地名文字做logo 共有2萬份將贈予細紙區的防疫團隊 如有剩餘也將發送給細紙區的民眾 讓大家可以響應細紙人的防疫工作 大家一起加油 抗疫成功 記者上奧文細紙採訪報導 瑞芳區連洞里山城因為高低落差 民眾難以出門採買 加上疫情期間避免外出 有些里民會省下一餐餓肚子 減少採買的麻煩 而聯洞里辦公處為此爭取到 愛心人士的冷凍包子 以及防疫物資每周贈送給李明 瑞芳區連洞里居民集中住在 基隆山下的斜坡上 到處充滿階梯的景象 雖然不失為網美打卡亮點 但確實讓不良運行的在地長者難以出入 以往還有可能搭乘公車 到瑞芳市區購買日用品 如今疫情期間 長者寧可犧牲飲食均衡 也要避免受傳染的風險 還好透過瑞芳區里長連儀會 成美姓里長爭取到愛心人士 免費的美味包子 李明都相當喜歡 疫情非常的嚴峻 尤其是像我們聯動里這種偏鄉 那一個里長要照顧一百多位老人 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 尤其這裡沒有雜貨店 里內都八九十歲了 疫情期間非常感謝網路上的人氣包子店 非常的有愛心 那就送來物資 一送包子是七百多顆 然後經常的送 老人家八九十歲了 就請他們乖乖待在家裡 乖乖的不要亂出門 然後在家裡吃包子 吃包子可以吃到百里 所以他非常高興 謝謝 這個包子要給你吃百里 好啊 好啊 過關在家裡 不能出去 疫情這麼嚴重 你家裡吃包子吃百里 我都不出門 我都不出門 這要這樣 這這樣穿開比較好穿 是喔 比較方便 對 比較不會這樣叫我 這包子好吃嗎 好吃 我今天是吃得好吃 我說 你還要給他拿 我給他吃得好吃 他就給他拿 低調不具名的網紅包子店 以兩星期贈送七百多顆的方式 儲放在聯動禮活動中心 里長通常會一次送給李明七天的份量 讓他們餓的時候 便能從冷凍庫拿出來 蒸一蒸享用 八日時第二批包子剛送來 里長特別分送給李明 並搭配聯動國小校友 提供給禮辦公處的口罩立體支架 讓老人家戴口罩不用再喘不過氣 那這口罩支架又是另外一位 更有豬肉 雞肉 芝麻 紅豆等口味 還會加上防護面罩 將個人的防護措施完全做到位 三級警戒延長 新莊運動場館暫時不開放 對小孩運動的長者們 在選擇外圍見走一下 不僅都有戴口罩 而且還會加上防護面罩 將個人的防護措施完全做到位 你看你如果掛口罩 又掛這個吃好 我們自己安全要照 白人也要照 運動要洗蠟 洗蠟就要走 當地里長親眼目睹的時候 立即給予好評價 其實每天在這裡都會有很多 不管是早上還是下午 都會有很多的里民 他們也是都需要運動 都會戴口罩 然後都會戴面罩 然後社交距離 什麼都保持得很好 就走外圍在運動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這邊運動的阿伯安 大家口罩什麼都會做得蠻好的 針對三級警戒期間 里長則感謝派書所員警們 不定時到里內加強巡邏外 也會向長輩進行防疫宣導觀念 大家都會主動積極配合 政府各項防疫措施 同時里長則提醒老人家 外出運動的時候 尤其是在晚上 請更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派書所很持續的 一直在針對這些 周遭的這些長輩 就是要戴口罩 宣導得很好 希望有阿伯安出來這邊運動 還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因為畢竟有時候這邊晚上 因為可能樹比較大 然後會比較暗一點 要小心 長輩們運動有意身體健康 里長再次呼籲老人家 一定要落實手部衛生 以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 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 因為有效的防疫宣導 長者們才能夠更健康 記者黃宥賢新中報導 全台的展覽場 博物館還有美術館都因應三級警戒 關上大門 好不容易等到違解封 7月13號 朱鳴美術館即將開館 不過在開館前 朱鳴美術館有個線上發表 那就是美術館中的聲音采集音檔 讓民眾可以線上聽見美術館的聲音 疫情三級警戒 為了避免軍具感染風險 全台的展覽場 浴博物館美術館都關上了大門 好不容易等到違解封 下週二 金山區的朱鳴美術館也即將開館 不過在開館之前 朱鳴美術館在疫情閉館期間 線上發表了美術館中的聲音采集音檔 讓民眾即使沒辦法到美術館 還是可以線上聽見美術館的聲音 館內 園區內 它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 常常可以聽到蟲鳴鳥叫 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做了一個計劃 就是金山的聲音采集計劃 這個計劃分成三年 總共會有三部曲 首部曲 我們是以美術館裡面的內容 跟美術館周邊的環境 作為一個主要的內容 去進行采音 在美術館中可以見到許多的藝術品 或外還可以見到不同的生物生態 不過閉上眼睛打開耳朵來聆聽美術館 是一般民眾道館少做的嘗試 在聲音采集計劃當中 第一階段以著名美術館 以及周遭的場域為主 可以聽見綠袖眼 台北樹蛙 導覽志工 甚至是水中生物植物等聲音 要讓民眾用耳朵來逛美術館 其實我們這次的採音裡面 有收入到一些非常特別的聲音 也包括我們的生態池裡面 水草的一些情況和作用的一些聲音 非常特別 另外我們也有採集到 主要是作品 人間系列裡面的軍艦裡面 它因為是用不鏽鋼去進行 那裡面會有一些風的聲音 風灌注到管線裡面的一些聲音 而這個聲音采集計劃 從著名美術館出發 或是周遭的場域 未來還規劃采集金山區內 不同角落的聲音 碰上不能出門 哪都不能駐足的疫情時刻 著名美術館的聲音采集 恰好溫暖現身 讓向往戶外活動的心 能夠有所調劑 聽見山林美術館的聲音 彷彿就是生理其境 介紹品和金山採訪報導 新聞最後一起來關心 各地有什麼活動訊息 同時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